太难受死了 昨天下午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太舒服 半夜发烧38度 吃了点突少药 现在再量一下多少度 现在就是小刀拉嗓子 然后特别特别干 昨天这一休都没睡 因为发烧头太疼了 一直在喝水泡厕所 也就睡了几个小时吧 36度多不发烧 我给你们讲一下我的症状 就是下午的时候发烧 三人其多多一点 感觉浑身特别特别冷 我就穿厚衣服盖了背 一直捂 到后半夜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热 就盖不住背了 我一量体温38度 前来就吃那个布洛粉 吃了一袋 但是睡不着 嗓子太大受了干 现在这个嘴皮都干 就感觉这个里边干的 喝水一点都湿润不了 只要一发烧了 浑身就开始凑劲 站都站不住 就感觉上到尾之间都够飞进了 所以就一直躺着 然后就睡不着啊 后来就冒汗了 汗消了之后 感觉自己烧退了 然后我就睡着了 我倒是没像别人那种什么鼻子里灌水泥啊 头疼的特别严重 没有就是退了上手头没有很疼 就是这个嗓子不得劲 很痛疼 他整个都拿饭吃了 哎呀难受 你出来 你说已经好了 嗯 你可别到我咋还要过年呢 偏选中方人已经倒下了 但是背选中方人呢 不是你俩不也快好了吗 这挺有上的了 你俩快好了 我倒一下 这个鼻子不动气 也可难受了 我去冲了 有没有牛奶 这哪牛奶都煮点鸡蛋 嗯煮一蛋呢 趁现在还能冻的 吸溯一下 给你 谢谢 没别着早就多喝醉 你怎么没饮腾呢 上来这家冒汗了 嗯冒汗了 不存在营养吗 要我肥子 不是我最后一个表 我还觉得我底盘也挺强的 他比你俩都严重的 我吃了 他还想吐 不是 你妈哪吃的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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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扔点了 牛奶喝 牛奶喝 哎呀 不喝了 我吃了 我吃了 最闹心的就是上厕所 谁喝多还得老板吃肉泡 补充体的 要不然咋跟冰都做都整 嗯 补教 我吃了 我吃了